今天心情很平静 不知道怎么形容 突然想戒烟 戒酒 戒掉那毁了我十几年的赌博 我记得读出中那会 那会还是泰山 输赢也就几十块 当时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缺钱去玩 还是因为期待那四个泰山下来的喜悦 因为那是四百多 不过那会儿只是偶尔玩 并不会每天都去 当时还有WOW陪我度过 在游戏里认识了好多哥哥姐姐 记得那段日子也很快乐 有的时候会因为游戏没点了 没有钱去买而烦恼 不过当时爸爸还活着 他会给我钱去买 日子一天天过着 在班里谈了喜欢的女生 中间虽然曲折 现在也结婚了 生了两个孩子 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玩的朋友 每天在一起玩 也没有什么钱不钱的概念 直到后来已经快辍学了 晚上聚在一个朋友家里 有人就说退派酒 当时也不会玩 也没什么钱 就记得我来了对八 被人家说成了六个点 然后输给他们 之后人家也来了对八 也不算六个点了 却赢我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不过当时也不是很在乎 就那样过去了 最后忘记是输是赢了 反正到最后 赢得最多的人 也就一百多的样子 就这样每天都在玩 玩得越来越大 没钱了就欠着 一直欠到一千八百 至一千九百的样子吧 朋友找我要钱 那么多钱去哪里找 就和爸爸妈妈说了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责备 说以后别玩了 从那时开始 给我的未来 埋下了无法回头的种子 也许钱给得我太轻松了 再加上自己没有那么强的自制力 和他们总是来往 让我后来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自己都不知道 家里给还了多少次的钱 从几千到几万 家里给我买的戒指 项链都偷偷地卖掉 结婚以后 家里和岳父岳母给的钱 都还了账 老婆从来也没有怨言 只是说别再玩了 但是这些都没有 能让我戒掉 过了没有多久 又去赌了 而且玩得更大 开始那几天每天都赢 每天用赢来的钱去挥霍 晚上继续再去玩 直到最后都输掉 欠了好多 那时父亲已经不在了 只有妈妈维持着这个价 那次好像是十万左右吧 妈妈哭了 就说给我还了这么多次 还不改 钱多难挣 最后还是帮我还了 就这样 后面越欠越多 还得也越多 没钱了就和朋友借 甚至去借贷利息的钱 慢慢地把我的信誉 人脉都偷支完 每次还完以后 在家老实不了几个月 就又去玩 具体还了多少次 我自己都忘记了 去年过完年 欠了十七至十八把 本来想慢慢地还清 这些钱就算了 可是老天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偶然的机会 又聚在了一起 又开始玩 每天都赢 每天都赢几千 不满足于现状的我 贪心也越来越大 去了玩得更大的地方 不到一个半小时 输了二十五万 懵了 心里也承受不住 也找不到那么多钱 还是家里帮我擦屁股 后来有人告诉我 是做菊套我 没抓住人家 有什么用 就这样 天天在家里 待着老实了几个月 通过一些赌鬼 得知了网上的百家乐 开始也有输有赢 最多的时候 输了不到二十万 那回家里 给我弄了个小买卖 就想等门脸装修好了 自己去老实盯着 慢慢地还这些钱 就这样 以为是个新的开始 年也过了 没有再玩妈妈 也开始信任我 给了我自己的钱 可是身边就是有那些赌鬼 过年了没什么事情做 凑在一起玩起了斗地主 输了几百 可是真的好心疼 因为做买卖 体会到了钱难赚 我又想起了百家乐 冲了点钱几把 就赢回来了 就这样 让我心里那个魔鬼再次复活 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到一晚上 输了四十多万 如果当时我真的收手 现在依然可以正常地生活 可是那个该死的网站 会烦你流水 让你再次抱有了幻想 又输了五十万多 直到现在 家里给的钱 被糟蹋的买卖 不能周转 和妈妈坦白了 妈妈哭了 气到不行 可是能怎样 还是没有放弃我 相信我能改 让我别再玩了 让我自己慢慢做 他们会帮我 可怜天下父母心 慈母多伴 我就是这么不是人 还在偷偷地玩 赢几千输几万 这些天又输掉了十六 已经没有人愿意 借掉我钱 让我来所谓的周转用 每次输完都想戒掉 每次都想戒掉 可是醒来呢 那个魔鬼就像苏醒一样 每天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脑子里装的都是装弦 有的时候真的想 如果死掉了 是不是会让家里好一些 家里几十年团的钱 让我这样掰完 一次一次地帮我 一次一次地让家里人失望 道理真的都明白 可是真的不知道 我要怎样重新做这个人 人子感觉好难 现在买卖也无心经营 靠老婆在维持着 那个魔鬼不死 或许我真的走不出来 今天下定决心说 明天不完了 还不如放一个屁 我说过的话 大多数都会算数 唯一这个赌 让我失去了太多的太多 让我应了那句 狗改不了吃屎 下过一万次决心 结果还是这样 每年都有负债的过程 从小到大 到现在一次多过一次 这次真的感觉好难走出来 身边的人怎么说我 我到底都明白 可是能怎样呢 还是这样过着 如果从今天我彻底戒掉了 我未来还是一片光明 可是我偏偏 在这趟泥沼越陷越深 是不是只有死掉 才能让那个魔鬼离开 如果可以的话 从今天开始戒烟 戒酒 戒掉毒 好好过我的余生 不再让我母亲失望 不再让我妻子 跟着担惊受怕 不让我的孩子 因为我赌博的情绪 去骂他们 做一个好儿子 好丈夫 好父亲 希望这个美好的未来 越来越近 奉劝那些自制力差的人 有的时候 就因为你的第一次 会毁掉你的一生 希望那些赌徒们 真的戒掉这个东西 他真的会把一个人 拉进万丈深渊 希望我们都能迷途之反 如果您看完了 我写的 这篇啰嗦的大白话 谢谢您 能耐心地看完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请帮我个忙 订阅频道 给这部影片点赞 如果对您有些许帮助 希望你可以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